香港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慧珍 针对宣誓案司法复合提出的上诉被驳回 上诉庭维持了原判 两人的宣誓无效丧失议员资格 两人的代表律师说会研究判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另外 港府可能再向法庭要求司法复合 另外一名非建制派议员的资格 梁颂恒和游慧珍早前在宣誓就任立法会议员时 被指出言辱骂中国大陆并展示港独标语 引发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进行释法 他们最后被判丧失议员资格 香港上诉庭指出 人大释法对法院有约束力 而法院具有宪法权利和责任 去审决议员是否已履行宪法 以及不履行规定的后果 另外 香港媒体报道 港府将透过律政司向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复合 另外一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刘晓莉的议员资格 并质疑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允许刘晓莉再次宣誓的做法不当 刘晓莉在10月的首次宣誓时 以慢速逐字读出试词无效后 在立法会主席要求下 进行第二次宣誓后就任立法会议员 再次宣誓麻烦 再次宣誓麻烦